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流传这样一句话 向空中吐唾沫 最终会落在你自己的身上 事件之事有因必有果 人后挑拨关系的咸咽碎语 往往会为自己招惹很多是非 曾在网络上看到作者二月姑娘 分享过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她小的时候 有一天 住在她家隔壁的黄大妈搬家了 当她询问母亲原因时 她妈妈说是因为黄大妈和对门的李阿姨 两个人经常仇假 李阿姨身体不太好 第一胎孩子因为患了脑瘫 在一岁左右便不幸去世了 之后李阿姨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但因为检查出来有问题 医生建议打丢 接连受到打击的李阿姨非常痛苦 经过长时间的修养和调理 她的情绪和身体才调整过来 并终于生上了一对健康的儿女 所有的灵力都在为李阿姨一家高兴 大家也知道 以前那两个孩子是李阿姨心中的痛 便不约而同地闭口不谈 但是和李阿姨家住对门的黄大妈 却偏偏喜欢在背地里搅舌根 把李阿姨的伤疤当成一个笑话来讲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些话很快就被李阿姨听到了 她火冒三丈 立马去找黄大妈对视 两人在院子里大声地争吵起来 最后还是在别人的劝说下 李阿姨才愤愤地离开 经过这件事之后 黄大妈在村里的形象一路牵状 大家都觉得她人品有问题 不久之后 黄大妈就离开了这里 搬到了城里去住了 好几年过去了 偶尔还是会听人说起黄大妈的生活状况 但依旧爱说闲话 经常在小区邻居面前 搬弄儿媳妇的是非 导致家庭矛盾不断 婆媳关系也处得十分不愉快 在隔岩脸壁中曾说过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没落人非 说人闲话 不只是给他人制造了麻烦 同时也为自己捉来了不必要的祸端 乱脚舌根最后吃亏了还是自己 人生在世 不说是非 才是高级的智慧和修养 俗话说得好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第二句谏言 来自晴天流人情 雨天好见散 人生一世有顺境 自然却会有逆境 当你有能力时 要懂得为雪中之人送去炭火 只有这样 在你处于落难之际 才会有人愿意为你结郎眉之急 钱中说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文学研究家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他年轻时 生活层一度穷困潦倒 为了减少日常开支 钱中说不得不辞退家里的保姆 而他的小说和学术稿件 在当时也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欣赏 这就意味着 并没有商人愿意为他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 他和妻子杨将 只能以写小说来赚钱糊口 生活时长若不付出 这时 黄左林听说了这个Sauci 毫不犹豫地决定帮助他们一家 于是 黄左林主动找到钱中书一家 把杨将的称心如意 和弄贾成真两部作品买下来 导演成了喜剧 并支付给他们非常丰厚的酬金 这才使得他们一家的生活有所好转 多年之后 当钱中书的作品《围城》名声大正时 不少人争先恐后地想要将围城 拍成影视剧 但最终 钱中书把剧本 只交给了黄左林的女儿黄鼠齐一人 近期翻牌 不久之后 杨将也把自己的一系列作品 授权给了黄鼠齐 钱中书不忘当年 黄左林的帮扶解困之恩 多年后 他也凭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黄左林的女儿 找出了事业地固 波斯诗人萨蒂曾说 谁若想在困恶时得到援助 就应在平日待人以困 你种上的善 越多 得到的善果 也就越多 贾怡在新书中写道 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来 用爱来对待他人 别人也会一致爱 你给别人带出福气 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天赋 你的人情中 藏着你一生的福报 第三句谐言是 人心换人心 八两换半斤 美国诗人 杰伯伦曾说 生命的意义 在于人与人的相互照亮 在社会这个大群体中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靠的是一份真诚 只有真心为他人付出 才能收回真情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人心换人心 八两换半斤 杨小丽在刚入职海底楼时 还只是一个18岁的服务员 小丽的两个哥哥 因为做蜂窝梅的生意失败了 导致家里欠了不少债务 某一年春节 一个债主朝上门来 非得收到800元钱后才敢离去 草头无路的小丽 四处找人寄钱 但钱仍然错不够 这时 海底楼的老板张勇知道了此事 他让公司财务直接转了800元 当小丽的银行卡里 小丽知道后十分的感激 他打算从吃之后 每月的工资中扣 但张勇说 一旦扣掉了 你家里还是会缺钱 等到了年底的时候 从奖金中扣吧 然而到了年终奖 发奖金的时候 杨小丽发现 自己的奖金一分都没有扣 于是去财务室询问 会计告诉他说 老板交到了 你家还债的钱 由公司承担 所以你的奖金还是不变 杨小丽深受感动 从此 她就全心全意地 为海底楼拼命工作 在杨小丽19岁时 她成为了海底楼 第一家店的经理 两年之后 海底楼在西安开饭店 她要被指派去西安 独立管理分店 多年后 当她本人功成名就 有无数猎头公司 不是一百万以上 年薪加股份来挖她时 她都不为所动 杨小丽回应他们说 海底楼是我的家 没有海底楼就没有我 我不可能背叛她 如今的杨小丽 已成为了海底楼的 第一女副总 有人说 一两重的真诚 胜过一吨重的小聪明 人心就如同一面镜子 你以笑脸对她 她便会用微笑回应你 唯有将心比心 才能拉近人与人之真的之内 唯有以心相交 比起的关心才可长久 北野武曾说到 年轻时 失败跌倒是很闯有的事 哪怕是残酷的 痛苦的经历 只要它能让我 品尝到活着的滋味 就算是一种快乐 在人生这条路上 不仅有阳光大道 一人平坡 又独木小桥 惊奇从神 逢人不缩事 才不会招而是非 晴天留人情 福气才深厚 人性换人心 才能收回真心 前途漫漫 愿大家带着这三句谏言 把人生变得越来越美好 我似乎好像很久都没有分享过类似的文章 不过 我觉得三句谏言真的还蛮重要的 这是代表一个人的人际交往 和一个人做人的道理 比如说 凡人不说事 才不会就得是非 其实 我们常说另外一句话叫 少说话多做事 多说多错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觉得 我发生的事情 我遇到了问题 我就要不停地解释 我跟你解释还不够 还要跟隔壁的解释 隔壁的解释还不够 还要跟楼下的解释 楼下解释不够 还要跟楼下的楼下的解释 事实上 没有人关心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人都是自私的 人关心的都是跟自己有关的事 哪怕是鸡毛蒜皮 只要跟自己无关 我们都只是观众而已 你跟我解释又如何 它不会改变 因为你多说多错 导致的是是非非 像我是一个人 很喜欢跟人家share八卦 跟一些乱七八糟事情的 内容的人 当然我有因为多嘴 当然是有惹过是非 事实上我也不是去 讨论人家的事实非非 我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八卦 然后听到一些 自己很真实的东西 就有的部分 可能是从人家那边听来的 就是所以从人家那里 听来的这些八卦 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非 因为你并不是亲身经历的 当然哪怕你是亲身经历的东西 有些东西也是不可以说的 因为说了之后也变成是非 因为人心隔肚皮 你说是一回事 没错你觉得没问题 可是人家听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去 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就是 认识为找了一点 然后不要去做 人身攻击的评价 比较不会招惹是非 当然其实就算你什么都不说 一个眼神 有的人也觉得这是是非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降低这些东西 避免是不可能的 那晴天流人情 服气起来身后呢 说真的 我现在基本上遇不到啦 我以前遇到真的比较多 就是以前RC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因为可能我在那个群体当中 我资历比较深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我通过我来帮忙 通过我获得利益 通过我获得流量 通过我获得什么什么 我自己并不觉得我具备这样的条件 可是在别人眼中就是这样 好吧 那就换一句话来说 通常在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请你帮忙 你可能大方的帮忙了 可是转头你需要的时候 人家就会说 啊我没有办法耶 所以从这么多经验上来 我学会了只要 能不找别人帮忙就不要找 就算要找人家帮忙 也是找那种平常 我有小恩小惠的人 所谓的小恩小惠可能就是 平常比较多交流 多沟通 那你可能在别人遇到一些小事帮忙 或是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可能陪伴了对方 你可能在生日的时候 别人都不记得他的生日的时候 你记得了 你第一个送上祝福 那可能是人家遇到事情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帮忙的时候 你力所能及 你帮了忙也不求回报 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细碎的事情 这个东西其实我讲过很多次 所以我就不讲相同的例子了 我只是讲说 其实你帮过我会记得的 当你需要的时候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话 我一定会拉你一把 所以我们在平常 你哪怕是过马路 去扶一个老太太过马路 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拿来当笑话 但是说真的 你搞不好 有一天你遇到一个老太太 她真的需要你扶她过马路的时候 你扶她过去了 然后隔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搞不好这个老太太的儿子或是女儿 就能帮助你 谁知道明天太阳 什么时候会升起来呢 第三个说的是人心换人心 才能收获真心哦 其实我的个性比较直接 是因为跟我的星座也有关系 还有跟我的职业 因为长期在这种环境当中 也有关系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知道抱大腿说好话 然后不停的在不同的人当中 就是周旋也好啊 交际也好 可能真的能换来一定的利益 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帮助 可是这样的东西 是要一定要不停的循环 也就是说你是马不停停的 不能休息 这边走走那边走走 这边走走那边走走 然后甚至可能遇到对方的脾气 情绪不好 你都要照单全收哦 久而久之 其实人很容易抑郁 还有就是 好像就变成情绪垃圾桶 其实这样的事情 我曾经干过 我真的活得好累 活得好辛苦哦 然后有一天 然后我的经纪人就说 你根本就没必要这样活 因为每个人 就是你付出真心 去努力做你所有的事情 人家看到你的好 就会支持你 会陪伴你 会成就你的梦想 会让你有稳定的收入 让你可以天天都可以 吃到火锅 可是当你一直不停地 用这种交际方式 去周旋的时候 可是你在比如说 直播上的内容 然后直播 就是还包括提升自己的部分 你就永远只是原地踏步 可能就打扮得很漂亮 但是实质里面是空的 是没有用的 我后来想想也对 九二九之后 我觉得你跟我耍脾气 我也好 那你耍吧 就这样子 我也不会做太多说的 就是在说 我能力范围之间 能说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跟我耍脾气 然后你硬我也很硬 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那种状态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因为是帮主的关系 又因为是国王的关系 其实会受到很多的私聊 我遇到很礼貌的私聊 我其实也会礼貌的回复 我都会在所有的 不管你礼貌不礼貌 我其实都会讲 谢谢 之类的 辛苦的 但是哦 如果你对我很不礼貌 很不客气 哪怕是像YT的留言 你对我很不客气 我也很不客气回答你 我真的不认为说 好像我是略略小小的公众人物 小到曾爱丽的那种公众人物 但是还是有蛮多的大家支持我 跟陪伴我 不代表说你骂我 我就不能回骂你 当然我不是回骂你 就是我不能反驳 你说了不对 我认为不对 我不能反驳 然后你口气很差 我还要很好的口气来对待你 毕竟这是我的频道 我的地方 我没有哪里做的不好 也没有真的去做什么人身攻击 然后你就啪跳出来攻击我 难道我就要白白被你攻击吗 以前我就是忍忍就算了 我会觉得要忍一忍 没关系 他是观众 他可以支持你 让你有机会有更多的订阅 被更多人指导 可是事情是有两面的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卑微 我们的这个地位 和我们所知的东西 是相对公平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平等的 去对待它 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阅读 通过一起玩游戏 共同成长 自己的不同地方的能力呢 找到更多的好朋友 为什么就是要互相的 这样去第三下试呢 所以呢 这三句建言 希望给大家 带来更好的生活 也让你人生变得愿意美好 今天分享就这样了 那么明天正午在这啊